好,在看完第一段之后呢,咱们就看看第二段 这个两个人荒岛生活是如何开始的 好,咱们看第二段第一句话 他说 2 men who recently spent 5 days on the Carro Island wished they had stayed there longer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成分还是句子主干 主干很短,就是2 men wished 两个男人希望,我们加一个比语 什么男人呢,后面那个黄颜色的 夹在两个白的中间的这个护引导的是定语从句 修饰这个2 men 就最近在一个珊瑚岛上度过了5天的这两个人 希望什么呢 they had wasted longer 是做wished的宾语从句 这个宾语从句前面可以看作省掉了连接词that 然后they had stayed there longer 后面用了虚拟器 这本来是过去的情况 这用过去完成识 是wished后面宾语从句 一般会用一个虚拟器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讲解的 好,这句话中我们先看 最近呢,有两个人在珊瑚岛度过了5天的这么两个人 这个spent在这表示度过 就是spent的一般过去识 这个复习在第四课说过 咱们复习26页的第11行 这个双重生活的那棵树 Hidden changed into overalls and spent the next eight hours as a dustman 然后他换上了这个工作服 然后呢作为垃圾工度过在工厂的8个小时 这个度过spent 一般过去就是spent 用法是一样的 本分钟也是度过了5天 而不是花费 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得更久才好 这个卫士注意 后面的编语从解中用了虚拟器结构 这个虚拟器 很多语法术讲得过分的复杂 那么跟李老师学比较简单 咱们直接可以把它分成几大类就行了 咱们今天看这个卫士型的虚拟器 李老师给它起个名字 叫卫士型 为什么呢 有好多虚拟器搭配跟卫士类似 而且都表示希望一个情况是真的 尽管它不大可能是真的 那卫士型的虚拟器呢 有三个情况比较常见 第一种就是直接是卫士 后面加上编语从句 咱们大起的s一点 表示subject这个主语了 主句主语后面加卫士 然后后面加that引导的编语从句 这个that呢连词可以去掉 然后编语从句的主语之后位移动词 你看分指现在 指过去和指将来 三个情况 如果希望现在怎么样 咱们用一般过去识 从句中用一般过去识 但B动词通通用wars 不能用was 如果指过去怎么样 像本文中希望 它们当初能多待一天 那么要用过去完成识 如果希望未来明天会怎么样 那么可以用四个形态动词 任选一个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再加动词原型 希望未来会如何 本文中是第二个情况 这个特别好记 特别好记 就倒退一下就行了 过去 指现在用过去 指过去用过去完成 指将来用一个wouldshouldmight 加动词原型就好了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先看指现在 我真希望 我现在能遇见我叔叔就好了 他要在场的话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没有遇到 你看 我们看例子 I wished that I met my ankle now 我真希望现在能遇见我叔叔 但是他现在没有在这儿 可见跟事实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记住用wish这个词 多表达的是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一个愿望 所以大家记住hope 它后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hope这个词后面是不用虚拟集的 但记住wish 它表示希望中但是却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 所以口语中才有一句话叫you wish 就你做梦吧 比如说 哎呀 我希望我要趁一万亿美元就好了 我说you wish 你做梦吧 表示这不大可能 注意hope 不用虚拟 wish用 我们再看一个指过去的 哎呀 我希望我昨天 要是能遇见我叔叔就好了 可惜他没在 昨天他要在场的话 这问题就解决了 指过去 咱们用过去完成实在一块说 怎么说 I wish that I had met my ankle yesterday 我真希望昨天能遇见我叔叔就好了 这是指过去 再看看指未来 我们再把语气变一下 哎呀 我希望明天在那能碰见我叔叔就好了 暗示他明天说了他不去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去 跟事实是相反的 I wish that I could meet my ankle tomorrow 希望我明天能遇见我叔叔就好了 注意 这是卫视类型的虚拟性 后面 实态要注意 但是卫视型的呢 还有两种常见的表达 你看后面的变化是一样的 总结到一块就好记了 这第二种跟第三种在一块记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would rather would sooner 后面加that从句 would rather would sooner 要记住 他不能翻译成 宁愿也不 那是would rather do then do 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would rather 或者是would sooner rather跟 sooner能替换 后面如果加从句的话 得翻译成 真希望什么什么就好了 跟未产音类似的吧 而且他也强调 对不大可能实现的愿望的惋惜 哎呀 真希望是这样就好了 这是第二种情况 你看 他和我们从句中 主语之后的未动词 只现在用一般过去 必动词用war 只过去 用过去完成 只未来 would should could not 加动词原型 跟未知型的从句中一样 第三个情况在一块记 就是可以用在简单句 if only if only是个语气 怎么翻译呢 要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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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也是表达对渴望不可及的这么一个事情的惋惜 哎呀 要是这样就好了 可惜不是 是不是跟未知寒意类似呢 寒意类似 它的搭配也是类似的 只现在 只过去 只将来 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看到 这么记呢 就更方便了 为什么呢 它搭配表达类似 比如说 咱看几个简单句子 比如说 用wood rudder 说一句话 我真希望啊 你现在马上就能动身 暗示 你现在走不了啊 但是我真希望 你现在马上就动身就好了 咱们用wood rudder 说 该怎么说 wood rudder 口语中 还就可以叫 id rudder 那wood可以用缩写 id rudder you started off now start up 可以被动身 出发启程 跟那个set up 是类似的 id rudder you started off now 一般过去时 因为这是 指现在的情况 用一般过去 id rudder 就是i would rudder的 再不用说 咱们看一个 这个id rudder 再造另外一句话 我真希望 你昨天在场 可惜你昨天没在 我真希望 你昨天在场 在场可以用be present 昨天 那么在虚拟曲中 咱们用过去完成 怎么说 I'd rudder you had been present yesterday 我真希望 你昨天要是 在那就好了 那一幕特别 特别的感人 可惜你没看到 你没看到 had been present yesterday 可以这么说 这个id rudder 都可以混成 i'd sooner i'd sooner 也行 我们再看个if only 比如说 哎呀 要是Tessa在这就好了 if only 它本身 可以当简单句来用 要是Tessa 现在在这就好了 我们在这 换成be here 就好了 那这必动词 用什么呢 现在咱们用一般过去词 B动词用什么 用word if only Tessa work here now 他要在这就好了 哎 可惜他不在 这是一个表示 这个渴望不可及的 一个惋惜 再看这句话 哎呀 要是我当年呢 当初听父母亲的话就好了 不听老人言 现在吃亏了 要是当初 at that time 那个时候 我听父母亲的话就好了 听某人的话 可叫listen to somebody listen to 不一定是去听 可以表示听从 当初是指过去 我们在if only 句子里边 用过去完成时 if only I had listened to my parents at that time at that time 就是当初那个时候 要是当初 我听父母亲的话就好了 可惜当时没听 注意 had listened to 这个是不是这三种 总结到一块 特别好记忆呢 属于未是形的虚拟 含义类似 而且搭配 也是完全一样 好 第一句话说了 希望他们能在那多待一会儿 才好呢 为什么呢 第二句话说了 这个来龙去迈是怎么回事 They were taking a badly damaged boat from the virgin islands to Miami to have it repaired 他们当时 正成了一个严重损害的船 从这个迈尔军 请到起航去迈尔密 来请人修这个船 这个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白颜色的呢 可以看作是巨子的主干结构 没有下话线的部分 They were taking a badly damaged boat 他们当时正乘坐了一个 严重损坏的一艘船 用了进行驶 用进行驶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有读者 让他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他们正在怎么怎么样 好像我们看一个纪录片一样 用进行驶可以有现场的感觉 他们当时正搭着一个严重损坏的船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白颜色的地方是地点状怨 从文尔经群岛出发 时往迈阿密 Miami is located in Florida 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在佛罗里达州最南端 佛罗里达州本来就在南 美国大陆的最南端那个尖尖 而这个迈阿密又在佛罗里达的最南端 所以它的加勒比海的边上是个海港 到迈阿密干嘛呢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是目的状语 To have it repaired Have something done 大家回忆在第二课咱们就说过 是什么意思 请人做某事 请人把教堂大中修了 Have the search clock repaired 在这儿是请人来修这个船 他们在小岛没人修 去迈阿密港口有人修船 这个意思 好 这里面我们再复习 从A到B这个表达 我们在这儿表示地点 咱们还记得在第十课咱们讲过 由A到B的三种表达 From A to B 本文中用的第一个 还可以用out of A towards B 如果直接跟目的地呢 你的for be from A 大家还记得吧 直接跟目的地的话 借此必须加for 咱们记成中文负那个词 还记得 不能黄奔固 咱们还得知心 地点这么说 如果指时间呢 从周一到周五 从一点到五点 怎么办 指时间的话 第一个是通用的 依然可以说from Monday to Friday 从周一到周五 还有一个叫from A until B 当然在不是那么正式场合 也可以叫做until或者until from Monday until Friday 或til Friday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前面什么都不加 而中间加个through Monday through Friday 由周一到周五 这个也行 这是指时间 可以怎么表达 背下来就行了 没有别的 直接背下来 甭问为什么 语言习惯 记住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商店 从周一到周六都开门营业 不是到周五了 到周六 周六 换一个词不行了吗 The series open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第二个表达 The series open from Monday until Saturday 或者until 或者until 都行 第三个表达最简洁 因为在口语中多一些 该怎么说 The series open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从周一到周六 都开门 前面不加介词 中间加个through 就好了 这是时间的 从A到B 可以怎么说 好 后面说了 During the journey Their boat began to sink 但是船坏得太厉害了 还没到目的地 在旅程之中 During 他们这个船就开始沉了 Begin to sink 回忆 咱们李老师讲过 这个开始做某事 咱们的第六 和杂首床抢劫中讲过 如果人主动的动作 用begin doing 更好一些 如果客观的现象 不是人主观意识 可以控制的 用to do 好一些 天下雨了 It began to rain 船要沉了 开始沉了 这是客观现象 用to do 更好一些 本文中 也是这么用 后面说了 They quickly loaded a small rubber dinghy with food matches and cans beer and rode a few miles across the Caribbean until they arrived at a tiny car island 他们很快地 给一个橡皮救生艇上 装上了食物 火柴和几罐啤酒 并且 划船划了几英里之后 穿越了加利比海 最后到达了一个小不丁点的小的珊瑚岛 当时到迈阿密到不了了 现在个小岛停下来了 我们看一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句话比较长 两个句子构成的并列句 中间是用连词and来连接的 第一句话中 中心骨架结构用是load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就把某个东西装在什么运输工具上 这个load是装货的意思 他们迅速地给一个橡皮救生艇 bingi 咱们第十个讲传说过 装什么 装食物 装火柴和几罐啤酒 第一句话结束 and引出第二个变的句 那么第二个句子里面主语一样 还是day 那么第二句话 day就甭说了 主语省略了 并且划船划了几英里之后 后面划线的解体字是地点状语了 穿过了加勒比海的caribbean 最后怎么样 until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具 直到他们到达了一个小不丁点的 小的珊瑚岛 荒岛生活可能就开始了 这是语法分析 这里面句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load这个搭配 load表示装货 往船上 车上 飞机里装货 它的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是load a into b 把a装到b里面 第二个是本文中的 load b with c 把a装到b里面 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 he's loading groceries into his car 倒过来 he's loading his car with groceries groceries 咱们在第二个说过 这杂货 从超市刚拿出来 大包小包拎满了 这个杂货 什么牙膏 什么卫生纸 什么汽水 等等的 拿了一大堆杂货 怎么样呢 打开后备箱盖 往车里正装这杂货 第一个表达 第二个表达都对 注意这个次序 加into 前面是货物 后面是工具 用with前面是交通工具 后面是货物 本文中 为什么用第二个呢 本文中交通工具相对短一些 a small rubber dinghy 但这东西长一些 你看food matches and cancel beer 这个稍微多一些 所以用第二个 是不是可以避免头中矫情 因为b短 a长 咱们用第二个 如果a短 b长 用第一个好一些 累赘的往后放更好一些 咱们就明白为什么用这语序了 好 这是load这个搭配 就看用哪个长哪个短 你分别用不同的搭配来表达不同的含义 咱们避免头中矫情就好了 但是如果倒是满载的什么什么东西 交通工具上 卡车上 轮船上装满了什么什么货物 怎么用呢 直接用这个结构就好了 就用beloaded with beloaded with满载的什么什么东西就好了 这个结构是固定搭配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28克第一行 就是134页 134页28克的第一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它说 small boats loaded with waves sped to the great liner as she was entering the harbor 当这个巨轮正在进港的时候 一些满载着货物的小船 飞快地向大轮船驶了过来 这个sped就是speed 做动词快速前进 它一般过去就是 满载着货物的小船 wares就是goes 商品货物的意思 loaded with wares 是后置定语来修饰小船 为什么呢 它的B动词被去掉了 因为去掉B动词之后 这是过去分次段于后置定语 满载着货物的船 如果做一个简单句 这个小船满载着货物呢 是不是这个说 the small boats were loaded with wares 句号就好了 在这去掉B动词之后 这后置定语了 满载着什么东西 叫loaded with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